眼前这个张牙舞爪,嘴里发出奇怪声音的怪物,居然是蜘蛛侠彼得·帕克 此时的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甚至咬死了MG和美衣 原来在几分钟前,彼得被已经变成丧尸的美国队长咬了一口,很快便遭到了感染 是的,这是一个全员丧尸的宇宙 复联与X战警众人基本上都成了丧尸 后期,他们甚至还感染了平行宇宙 此时,外面的众多丧尸超音正在疯狂啃食人类 到处都是惨之断壁,人们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在超级英雄面前,他们毫无抵抗力 没多长时间便血流成河 整座城市的空气里,似乎都蔓延着血液的行气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万次王,此时正懊悔不已 这次的丧尸病毒是他投放出去的 本来是想削弱一下人类的能力,以便让变种人能更快地取得胜利 可没想到病毒的威力完全超出预想 竟然连变种人也一起感染了 凡是被他们咬过的超级英雄都变成了丧尸 至于普通人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 完全沦为了丧尸英雄的盘中餐 这并不是万次王想看到的场景 犹豫再三,他决定回到地球做些什么,来挽救当前的局面 另一边,超新星赶到了彼得家 本来想叫着他一起研究怎么对抗丧尸大军 结果一推开门,却发现彼得也变成了丧尸 看见超新星后,他立刻扑了过来,牙齿上还在滴血 眼看超新星即将被咬,危机时刻夜魔侠及时赶到 迅速出手击飞了彼得 可超新星此刻还没缓过神来 他没来得及支援夜魔侠,导致对方被彼得偷袭,咬成了丧尸 这里得先跟小伙伴们说清楚一点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这些丧尸并不是电影里的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生物 它们有头脑,有智慧,生命力还贼强 只有在饿及眼了的时候才会六亲不认 此时,外面那一大帮子丧尸已经吃饱了 美国队长最先恢复理智 他决定趁现在理智尚存的时候 带领大家研究一下如何治愈体内的丧尸病毒 接着画面转到变种人学校 这里也沦陷了 X教授被吃得尸骨无存 幸存的人类正在苦苦支撑 丧尸实在太多了 好在万次王及时赶回来救场 局面这才得到了控制 但其他的超级英雄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神奇先生和隐形女的孩子 被已经变成丧尸的女后克咬伤 虽然隐形女杀了他 可孩子最终还是死了 同时,神奇四侠也意识到了外面的情况万分紧急 为了减守被感染者的人数 他们立刻驾驶飞船前去寻找幸存者 路上刚好遇到了难以脱身的超级星和雷神 神奇四侠出手相助 扫清了这一片的超级英雄 随后带着雷神和超级星去了一艘大飞船 这里是神盾局的空中指挥中心 所有幸存的超级英雄都被带到了这里 从尼克弗雷的话中可以看出来 他们还不知道万次王就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人 尼克弗雷召集众人是想采取补救措施 他已经想好了计划 钢铁侠和班纳博士负责开发 把丧尸变回正常人的药剂 其余人则负责外出巡逻 把没有遇难的人类带回来避难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百分百完美的计划 可是到如今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很快众人便开始行动起来 万次王没有勇气说出自己所做的一切 只能尽量多去救些人 此时幸存下来的除了超音外 还有众多超反 眼看情况特殊 双方只能暂时放下恩怨 齐心协力去对付丧尸 在众人打得不可开交的同时 神奇先生正在实验室里 对着一具丧尸的尸体做研究 很快隐形女赶过来 催他出去作战 神奇先生没有理会 而是略带兴奋的说 这些丧尸是经过进化的人类 他们的身体构造比常人要高级很多 只是经常需要进食 神奇先生看上去似乎很惊喜 言语之中都透露着对丧尸的欣赏 这瞬间激怒了隐形女 就算这些丧尸再高级 也是杀害他们孩子的凶手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另一边的托尼向尼克弗雷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 他发明出了一个时空穿越机 托尼不觉得这个世界还有救 与其费尽研究什么解药 还不如带着幸存者穿越到平行宇宙 到时候这个星球上没有了食物 丧尸们自然就活不下去了 尼克弗雷听完 简单想了想 觉得托尼言之有理 现在就等着外出作战的超音回来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什么时候动身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很多超级英雄已经回不来了 他们与丧尸大军正面相逢 超新星第一个被咬 金刚狼也很快遭到一魔侠和美队的啃食 剩下的人则在苦苦支撑 眼看情况不妙 为避免遭殃的人越来越多 万次王只能带着众人撤退 而此时的神奇先生 正在向三个队友发表自己的演讲 他觉得大家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抵抗 成为丧尸 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一种进化 神奇先生像是中了鞋一样 他故意给隐形女等人下毒 强行将他们变成了丧尸 然后满脸笑意的等着被咬 也正是从这开始 地球上唯一安全的地方也逐渐沦陷了 可其他人对此还毫不知情 托尼跟尼克弗瑞正在讨论 时空穿越机的弊端 燃料只够使用一次 这也就意味着 时空穿越机没办法跟着他们 一起到达平行时空 如果被丧尸们发现的话 可能连平行宇宙都会跟着遭殃 就在托尼思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已经变成丧尸的神奇四侠 突然钻了出来 刚刚的对话被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得知可以穿越到平行宇宙吃人后 神奇先生当即决定 把时空穿越机抢回来 眼看他们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托尼便想穿上战甲 带着尼克弗瑞逃跑 但神奇先生的速度太快了 完全不给托尼穿战甲的机会 当场将他咬伤感染 而另一旁的尼克弗瑞见证 火速带着时空穿越机 找到其他幸存的超级英雄 他们启动了伽玛保护层 可是这撑不了太长时间 尼克弗瑞只能把当前的情况告诉大家 如果他们是用来时空穿越机 到达平行宇宙 神奇四侠肯定会带着其他丧尸寻找燃料 然后也穿越到平行宇宙 届时整个世界都将天翻地覆 正说的话 石头人两拳打烂了防护层 为避免时空穿越机被抢走 雷神一锤子将其砸碎 这下可好 两方人都别想走了 面对丧尸真的毫无办法 但凡被他们划伤一点 都会遭到感染 所以不出一会儿的功夫 现场的超级英雄基本上全部沦陷了 只有万次王逃了出来 而眼看这个星球上的超级英雄 几乎已经全军覆没 神奇先生便准备修好时空穿越机 去平行宇宙找吃的 紧跟着镜头切换到了漫威的终结宇宙 这里的神奇先生正在研究一条 从平行时空里传来的信号 结果因此放了隐形女的鸽子 两人大吵一架 最终不欢而散 这里需要特别的说明一下 终结宇宙中的神奇四侠 没有那么大的报复 每天基本上都在想着怎么吃喝玩乐 只有神奇先生李德 希望能靠着超能力做一番大事 之后他破解了那条信号 并见到了来自平行时空中的自己 虽然这只是个全息投影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俩的交流 得知另一个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后 李德表示非常羡慕 对方听后便指导他造了个时空穿越机 还劝李德到自己的世界来 这样他们俩就能联手创造更多的奇迹了 单纯的李德并不知道 这个平行时空就是已经被丧尸攻陷的地球 很快他使用时空穿越机来到这里 映入眼帘的是没有半分生机的城市 到处无烟涨气 大街上堆满了发烂发臭的尸体 还有冒着烟的汽车 像是发生过什么大战一样 就在李德漫无目的的闲逛之际 已经变成丧尸的神奇四侠突然出现 看着面前张牙舞爪 没有半分人样的他们 李德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他和丧尸神奇先生展开厮杀 身体缠绕在一起 眼见对方人多势众 不义恋战 变成对方不注意时 迅速钻进旁边的下水道里 流了 霹雳火见状 连忙追上去 一边飞一边嘲讽他 怂得像个小女孩 李德踩不上激将法的当 这个关头 成英雄简直就是在送死 他展开身体贴在上方 伪装成一大块橡胶片 路过的霹雳火 根本没有注意到 就这样 李德成功逃出升天 从下水道里出来后 他发现城市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到处都破破烂烂的 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 李德便开始思索怎么回去 就在这时 丧尸蜘蛛侠突然杀来 发射出蛛丝 将他困在墙上 惊恐之下 李德一转头 发现不只是蜘蛛侠 别的丧尸英雄也都在这 而且看样子已经饿了很久 看向他的眼神满是贪婪 眼看着就要被这群 发了狂的家伙生吞火波 危机关头 数量汽车从天而降 当场砸在这些丧尸英雄的身上 瞬间发生爆炸 紧跟着一双手伸向李德 是万次王赶来救场了 他救下了在危难中的李德 并带着其赶往避难所 据老万所说 地球上还有别的幸存者 但他是唯一一个 没有被感染的变种人 丧尸病毒爆发也就才三天 整个世界就变成了这副鬼样 事后李德向大家讲述了 他是如何被丧尸神奇先生 骗到这里来的 顺便提了一嘴 自己打开了通往平行时空的大门 一听这话 万次王顿时担心起来 他觉得丧尸神奇四侠 肯定已经找到了那扇门 再想阻止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另一边的终极宇宙中 剩下的神奇三侠发现 到处都找不到李德 实验室里只有那台时空穿越机 就在他们三个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机器突然开始发光 隐形女还以为是李德回来了 结果定心一看才发现 竟然是丧尸神奇四侠 好在隐形女演技手快 用能量场护住了石头人 霹雳火和自己 三人这才得以从实验室脱身 顺便打开了毒气释放按钮 可丧尸神奇先生 很快就把自己的身体密度 缩得比原子还小 然后就这么跑出来了 直接缠在石头人身上 隐形女见状迅速操控意念 弄伤了丧尸神奇先生的脑神经 使他当场变成痴呆 没了行动能力 也就在这时 军方的人来了 隐形女提醒他们 实验室里还有三只丧尸 在确认那三人彻底失去意识前 不能开门 紧跟着画面切回到丧尸宇宙 万次王跟大家商量了一下 决定一起出发 去找通往平行时空的大门 他觉得应该尽快动身 否则被丧尸抢先就麻烦了 可还没等他们动身 丧尸金刚狼就闻着位 带领丧尸大军找了过来 万次王连忙操控一辆火车 将他们暂时撞开 然后带着幸存者们开始逃跑 可是外面湿潮湿海 所有的路都被堵得水泄不通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有 根本无路可逃 万次王也只能靠着超能力暂时支撑 可附近能利用的金属有限 很快他就没辙了 眼看情况危急 突然众多丧尸都开始捂着眼睛大叫 说自己看不见了 就在众人面面相去 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终极宇宙的神奇三侠突然出现 在见到丧尸神奇四侠的时候 他们就猜到 李德肯定是遇到困难了 所以连忙穿越过来救场 丧尸的眼睛看不清 就是因为隐形旅用意念控制了他们的视觉 不过这项能力只能维持一两分钟 于是霹雳火一路火烧丧尸 给大家开辟出一条专门通往传送门的路 但是很快丧尸后客的视觉便恢复正常 他张牙舞爪的朝着李德扑了过来 石头人见状 抬手就是一拳砸过去 丧尸后客当场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就这样几人成功来到传送门前 万次王知道 他们不能都走 必须要有一个人留下来 在其他人顺利离开后 毁掉传送门 否则那群丧尸也会跟着穿越过去的 这场灾难本来就是万次王引起的 所以他愿意留在这里做毁掉传送门的人 就当是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赎罪了 很快随着传送门启动 神奇四侠一行人成功穿越到终极宇宙 万次王则毫不犹豫地毁了传送门 也就在这时 外面的丧尸大军一拥而上包围了他 那么万次王能否逃过一劫呢 我们下期再介绍吧 哦对了 还记得被隐形女弄成白痴的丧尸神奇先生吗 前面我们说了 隐形女的念力控制只能维持个一两分钟 估计丧尸神奇先生这会儿已经恢复神智了 也就是说 终极宇宙很有可能也会爆发丧尸病毒 具体故事会如何发展 别忘了关注我 看下一期